新北市养工处推动新北美乐地2.0专案 清查公有土地排除违法占用 近期跟交通局还有区公所以及里长来合作 整平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内的 唯一件拆除用地 同时划设了机车阁 给行人更完善的通行环境 新北市养工处推动新北美乐地2.0专案 整平中和区连城路569项6弄内 一处拆除铁皮违建后的地面 同时拓宽部分道路并改善侧沟 这块地原本是私人土地的 那后续他有捐赠给所谓的国产署 还有新北市政府作为抵税使用 那依照我们的规定是说 只要捐赠的话 我们必须要求对方给地上物理排除 那排除之后他的现场的扑面 是有泥土的一个状况 还有一些税时几倍的状况 那基本上会影响民众的一个通行使用 那后续我们考虑到民众的安全的部分 我们有请公所 班牌会赶有请公所 把它排除 把那些地平给予于做平整 那至于他的扑面的 至于他的排水系统部分 我们也请公所 以兵改善把他排水系统 把它疏通 过去铁皮违建 横跨道路 仅有1.5公尺的宽度 可供行人通行 形同无尾相 更常招居民未停占用 趁这一次专案 养工处划设了20格机车停车格 整平路面 让行人更好通行 他是无尾相 那后续如果没有规划机车格的话 他势必会被民众随意的停 汽车或是丢垃圾 那坐机车格的话 基本上他停放的比较就 比较有所谓的 比较有次序这样子去停放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养工处与交通局中和区公所 及里长共同合作 花费100万元 更新46公尺的排水沟 铺设500公尺的沥青 整平道路 让工程更符合地方需求